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世界事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这个在中东比较出名的武装组织 就是黎巴嫩真督党 真督党他们就说 现在要向以色列发动攻势 而且他们说有新的家产 说了很多次要移动 原来他们就说 他们就宣布,这个真督党的领袖就宣布 过去一个星期当中 在行动的数量还有目标 还有 他们这些家产的类型来说 伊朗支持的这个真督党 其实他们就说 我们呢 是加强了行动 他们就说他们用 一样东西是首次用新的家产 首次动用了这个叫做 布尔坎的火箭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呢 是可以攜带 300到500公斤的筹载 他们也说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历史上首次的大型 抵抗运动当中 而且每天都会用 无人机 深入以色列 好像一些地方 其实这些地方都很深入 海法和阿卡 还有 杀法德这些地方的 他们这个真督党的领袖 也都警告 喂 你 不要再在加沙这样做了 不然呢 我们会继续大量动手 继续会用多些 砍布尔火箭呀 但是 当然以色列的回应呢 很强硬的 原来 在这个真督党发出警告之后呢 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警告真督党 就说 我们 现在在加沙做的 在你们首都贝鲁特都做得的 喂 但是 可能困难很多 是不是 因为你 去到第二个国家 去到第二个国家的话 会不会反弹更加大 你不要忘记 这个真督党后面都是伊朗 嗯 他就说 如果 你们真督党 真的要向我们动手 你们就会将黎巴嫩一样拖入战事当中 如果你们真督党 是 犯了严重错误 那对不起了 黎巴嫩公民呢 可能 都是很大事的 他亦都说我们在做 的事情 在加沙做得 在贝鲁特都做得 我觉得你可以做但是 后果会很大呢或者 最后你的反弹会很大呢 那当然 现在 他们亦都说 不怕的 真督党亦都说 在行动数量是多了很多的了 另外他亦都说真督党首次 是 向以色列北部城镇 是发动攻势的 就为了 在这个月中 因为 以色列曾经向他们 发动过空中攻势 这次他就暴牛了 亦都说以色列的空中攻势 是令到我们有很多人 走了 他亦都发了一份声明 就说 绝对不能够容忍 平民是被动手 说真的 这个亦都党 你们有没有向平民动手呢 其实应该有 当然有了 很多的 他亦都说 如果你们再这样 我们有坚定而且有力的回应 而且他就说 他们这条战线会继续保持活跃 自从10月7日以来 其实 真督党的 领导人已经第二次讲话 他亦都说 家餐 的种类 会增加 亦都突显了 我们 要继续 是 跟以色列 砍过的 其实以色列的 国防部长加兰特 亦都说 你真是想 那你就将 黎巴嫩都拖入战事当中 他就说 如果真督党 真是会这样做的话 首先 大件事的 应该是黎巴嫩的 全体公民 亦都说 他们在加沙做的事 在贝鲁特 他都会这样做的 他也警告 黎巴嫩都党 跟以军10月和11月初展开的几次 互相动手之后 不单止你挑衅 简直是想侵入我们国土 这位 以色列国防部长也说 以色列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就绪 他们坐在驾驶舱 飞机 只要一声令下 就指向北方 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北方 对于黎巴嫩来说是南方 他亦都强调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 是调动足够兵力来实现 去 打击哈马斯 以色列的军队有能力 是可以应对 黎尔边境的局势 并且就说 以色列的 空军在加沙地带使用的力量 还未到十分之一 哇 听来都很害怕 十分之一都没用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吹大了 这件事我都吹大了 新一律以巴冲 其实侦德党 为了 帮助 阿马斯 他们的军事组织多次 都是向以色列的阵地发动攻势 以军 还是以空中攻势 其他 攻势来回应 黎尔边境眼底下 每天 都是 很多事情发生 当然是军事行动 争取党每天都会向以色列的 北部 发动攻势 但是 没有 发起全面的行动 以色列也都用它强大的 这个 军备是回应的 同时也都采取 行动避免局势升级 其实他们我觉得大家都有把控 我反而觉得大家都有把控 免得搞得那么 麻烦 尤其是以色列 你是不是真的还可以 在黎巴乱再动手 大家 其实都是打算把重点放在袈裟 当然看回这一轮 尾巴冲突以来 黎巴乱境内已经九十人离世 其中大多数都是争取党的人 但是 亦有 平民 以色列有六名士兵和两名平民是离世的 那究竟 这个以色列是不是这么够僵和争取党 亦都全面 撑过呢 我相信 暂时应该就不会 应该就不会的 好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这家 这样的大厂 我们经常说之前 它都是左右围栏 那是什么呢 就是 丹麦的加士伯 现在不用为难了 不用为难了 因为俄罗斯最后的业务 都已经没有了 原来 这个 俄罗斯最大的啤酒 让造商 原来 都已经是 掌管加士伯 他将会着手 恢复 他们 觉得他们最劲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加士伯自应呢 他们九十年代是最劲的 当然希望可以 令加士伯重回到巅峰 原来加士伯在那里 已经是二十年了 都二十年了 这位人兄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位商人 号称和普京的好朋友 就叫做博洛耶夫 博洛耶夫是俄罗斯 总统普京的朋友 7月份被任命为 一位叫做协调员 帮助收购加士伯 博洛耶夫 博洛耶夫 收购加士伯 收购加士伯 如果不是跟普京大帝 好朋友 应该你也做不到 没错 其实之前普京 就把收购加士伯 说这个不是收购 叫做临时管理 这个举动令加士伯 就算有些人想买出股份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要买出股份 你一定要普京大帝心疑的人士才行 原来 当然现在就是买了 就在加士伯考虑 原来这个俄罗斯是加士伯 第二大市场 当然现在就失去了 刚才说的 俄罗斯人很喜欢喝两杯 啤一啤 加士伯也挺出名的 加士伯也挺出名的 那么 当然后来 因为这位阿哥 帮助之下 帮助加个引号 加士伯就可以出售了 原来这位 博洛耶夫和 公司新管理层 已经开始 着手重新推出 这个叫做 三号啤酒的计划 这款啤酒 原来1991年 苏联解体那年首次让造 现在在 盖上 也有博洛耶夫的名字 他就说 我就是 这个啤酒的作者 博洛耶夫其实留着很精致的胡桑 他也经常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说话 因为有钱人 这款啤酒的行销口号就是 不含爱国新增制 他就说 100%是俄罗斯口味 原材料全部来自俄罗斯 他更加是标签1992年重生的味道 1991年他就是 解体之后就是 做这个啤酒 后来可能就是有 其他外资进来 现在不要外资了 全部是我们的 但是加士伯 当然在90年代的时候 亦都是 去了 这个 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 其实是用活收西方资产 来掌励效忠自己的人 当然包括刚才那位阿哥 博洛耶夫 亦都可能 构成自从俄罗斯资本主义早期寡头诞生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为了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 离开俄罗斯市场 因为你知道西门每天都写出他 为什么留在俄罗斯 为什么留在俄罗斯 但是 他们都犹豫了很久 后来都顶不住 还是要离开 加士伯 达成了一项协议 将这间啤酒厂 制造出来的 这些生产线 全部全部全部 出售给俄罗斯 的一个 制造商 这个制造商 就叫做Anist 但是今年夏天 这项计划 就被推辞 Anist 其实 就是金属包装 和 气务剂的制造商 一位 参与其中的讨论人士就说 去年 这家家事百分公司 利润很好 想不到 战争期间 利润回了一番 达到是 100亿劳报 即是1.09亿美金 他也说他在市场存在很久的时间 赚了很多钱 比起第二大的啤酒厂 起力 这个台湾叫 这个喜来根 对 海利根 的利润高得多 如果加斯伯的名字 应该 比较久一点 我 董事来的名字 当然比较响 因为有权力的人 都会来争夺加斯伯这个控制权 所以 就好像大家都要赞的赞 但是 别人跟普京说 你应该 想想我吧 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普京说 但是最后就是那位阿哥得到了 当然 这位 博洛耶夫 他着手要令到 加斯伯重生 在 加斯伯和 达能 都是采取行动的前几天 其实波兰也是结束了一位俄罗斯亿万富翁 在一家波兰化肥公司的股份 当然结束就是冻结他 达能的俄罗斯业务 其实今年夏天也都暂时 他说暂时帮你 是管理而已 管理 就是拿了他 克里姆文工之前也都说过 决定 是没收德国 Uniper 这个能源公司 和芬兰 Fortum 在俄罗斯的 发电厂的资产 因为你们是不友好国家 亦都是因为你们 是扣押我们的海外资产 所以我们有回应 这个也是反制措施一部份 其实你说反制措施这些是反而有用 有用过通缉谁 什么禁制入境那些 姿势 姿势 普京大帝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说 我没什么说 俄罗斯是不会找西方企业 乱说 出出入入 你想自由退出 没那么容易 由于西方集团 对于我们 发动准战争 所以西方企业也有 特殊制度 才可以结束 他们在俄罗斯的营业 这好笑特殊制度 当然 你说之后有没有其他公司 还要给这个特殊制度 结束营业呢 我相信也是会的 我相信也是会的 据问 一位参与 大型美国企业退出 俄罗斯业务的人士 他就说 巧妙在哪里 知不知道可以 怎样可以顺利退出 巧妙其实是没有巧妙的 巧妙 就是 确保买家 有足够的政治资本 跟普京大帝熟 说明了就是 OK 哈哈哈 当然 这件事就不是个人做到的 现在加事法 在 俄罗斯业务 手中正寻 也没办法的 因为 其实你说他 不关营业事 因为他还赚了很多钱 上年还是 有时以来赚了很多钱 但是 还是要走 因为他受不了西方的压力 其实他可以不走 在俄罗斯是继续给他营业 但是 但是 因为他受了西方的压力 你不走 非走不可 也去 相怨这条路 追击的怀抱 现在就再见 加事伯当然 这个赚钱市场 第二大市场 你说将来会有一天回回去 也有机会 但是 都是十年八年后 我相信 因为现在我的战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吧 好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Say Goodbye 加事伯和俄罗斯 好 第三则新闻就说一下澳洲 其实我们澳洲昆士兰州的州长 也率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访问团 去了中国 就希望 是力谷 贸易和旅游 我们的总理Albanese 其实就已经访华了 同时 他的党友也是我们州长 也是 访华的 为期五天 已经结束了 说说 原来政府新闻稿也说 今次 都很厉害 一百多个代表 包括教育 商业 农业 贸易 旅游业的代表 都有去 这个也是昆士兰州 历史上最大的外访团队 希望加强昆士兰州 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其实昆士兰州 和上海也有 长期的 姐妹 城市的协议和贸易伙伴投资合作协议 这次访华期间 我们的 这个 州长 帕拉借伊 亦都在上海 的这个进博会 是和 Albanese 即我们总理 一起 有参加的 访问团73人当中 就代表28家 昆士兰公司 在博览会上 开了很多摊位 有牛肉 海鲜 还有就是葡萄酒 保健品 和 园艺产品 中国就是昆士兰州最大的伙伙伴 其实很多州份都是 截止 9月份的过去12个月中 昆士兰州对华出口 有237亿 奥币 那想想立桃圆真的很小 因为我们 买的那些 我们觉得是 不多大 黄牌产品 买得最多是什么 就是这个 金属矿石 23亿奥币 有息金属16亿奥币 煤炭15亿奥币 谷物10亿奥币 今次的航行 更加是拜访了这个东航 希望将直航 那也好 如果有一天 直航多了 如果去大陆 都方便很多 希望将直航航班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东航上星期 刚刚恢复了 是来往上海 到布里斯本的航班 19年 中国就是 昆士兰最大的 旅客来源国 这个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想去大宝礁 昆士兰州 当然是一个 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 有49.7万名旅客途房 平均 这么厉害? 平均停留是19.7天 这么久? 超过两个星期 不奇怪 说真的 因为多夜玩 首先在布里斯本 黄金海洋住两三天 上大宝礁中部 再上 很出名的海恩斯 再去原住民的遗迹 在契约 可以再玩多几次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赌子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赌子可以由人来举行婚礼 好像有五百多个赌子 大宝礁案 更加是有这些婚礼 其他摄影 其实最希望推广 都是旅游 都是旅游 而且 我们也是有这些资源 大家一起 发展得挺好的 推广旅游 还有最新的旅游口号就是 未好自然而言 这肯昆士兰 中文口号就 很长 英文口号完全不同 A beautiful way to be 好像 中文口号也挺长的 另外 昆士兰州的代表 亦和中方 对于一系列的投资和教育 有圆卓会议 签了多份的备忘 中国是昆士兰州 乃至澳洲 十大投资来源 当然也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 除了我们总理和坤州州长 还有维多利亚州州长 还有西澳州长 其实呢 南澳州长 我们当时还说 为什么去智峰不抗议 南澳州长为什么去大陆 其实 大量的人都去了 这个是中国的 希望寻求机会 另外 西澳新任的州长 亦都在20到24号 都会访华 之前麦高欣 麦高文 其实他就 不做了 3到4月 其实他也有去的 今次一个州 虽然换了人马 但是继续去 继续去 证明了市场有多少价值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